走 停一下 对不起 对不起 停一下 对了 刚刚在镇上 有一男孩追一匹马 把我手机转换就跑了 追马 长什么样啊 年纪不大 瘦瘦高高的 行 那你问对人了 他家离这儿不远就在隔壁巷子 我带你过去 谢谢小春啊 没事 走吧 放心啊 就是这儿了 来 红豆 跟你讲啊 就是这一家 他们家呢 有个奶奶 还有一个哥哥 等会儿啊 喂 行 我知道了 我一会儿就回去啊 好嘞 红豆 嗯 我就不跟你进去了 店里有点事 我进去以后呢 就直接找他哥 好吧 好好好 够麻烦你的了 那你忙去啊 好 如果说你要是明天有时间的话 到我店里我请你喝咖啡啊 好 那我走了啊 好 拜拜 拜拜 那么多马就非得骑小可爱 上次被颠下来腿滑了到口子 踩好没两天 这次干脆直接跑了 幸好没撞的人 否则我打断你的狗腿 让你动筷子了吗 把奶动了吗 还有啊 把你这头发给我剪了 什么鬼样子 喂 这样我才帅好不好 剪了 阿南 你看他 吃饭 打扰一下 那个门口没有门铃 我就直接进来了 来旅游的吧 找不到路了吗 我找他 我 他上我追马 撞着我了 马撞到人了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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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马撞到人 是他追马 然后撞到我了 然后我的手机就摔飞出去了 摔碎了 你手机坏了吗 你手机坏了吗 出去撞着人回来不说 让别人找到家里头来 一天到晚给我闯祸 闯祸啊 哥 闯祸啊 哥 哥 给我撞着 哥别打我 哥 站住 哥别打我 站住 哥 给我撞我 站住 哥 哥 给我撞我 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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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屏都碎成这个样子了 也开不了机 是给你换个屏幕修一修呢 还是陪你个新的 换个屏幕修一修吧 这里面东西挺重要的 实在不行的话 你给我一半的钱就行 毕竟也用了一年多了 村子里没有修手机的 只能去古城修 你在这儿待几天 我住一段时间的 我今天刚来就被他撞了 谁带你找过来的 谢小春 小春 你住有风小院 我叫谢志遥 怎么称呼 许红豆 我一会儿有事 陪不了你去修手机 我找个人带你去吧 没事没事 我还要回去收拾东西呢 明天我自己去就行 回头给你看收据 好吧 也行 不好意思啊 没事 稍等 谢主任 过来 过来 给姐姐道歉 对不起 认真道歉 对不起 谢主 谢主 你别碍他 没事 我原谅他了 不好意思啊 没事 对不起啊 你别打他啊 我 我没打他 我打你了吗 我打你了吗 我打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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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没事 可疼了 那今话怎么说 说先秀 秀不好赔一半的钱 毕竟用了一年多了 那还是个老实人 是 都没说赔个心的 我哥都数不得不换新手机 我用的 还是他旧手机呢 手机 你的学生要什么新手机 我玩了一些卡 他们都骂我 骂人就别跟他们玩 不闻命 你不懂 你别欺负他了 你别欺负他了 吃吧 谢谢 请 喂 怎么样 木雕画的是有消息了吗 鸡雕和手雕怎么可能差不多呀 那鸡雕就是个模子 平平整整的黄洋木 做出来的东西都一模一样的 我这这 勾不着结果就这个呀 就不能安静静吃个饭 按赖 你也吃点 嗯嗯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师傅 我想问个路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随便逛游逛游 那个 又见面了 这里不大 容易碰见 你这是要回小院吗 顺着这条路走到海边 然后沿着海边的公路一直走 就能看到村子的入口了 好 谢谢啊 怎么了 你不会被蛇咬了吧 你为什么一直盯着他看呢 是因为没见过吗 没踩过 没踩过 你要不先把脚 从牛粪里头拔出来呢 我会让他来 第一次骑马 对 放心 小可爱很温顺的 之前啊 是阿远拿鞭炮扔过她 所以她在讨厌阿远的 她叫小可爱啊 生下来的时候小小的 很可爱 谢谢啊 别客气 这踩到牛粪啊 是吉兆 说不定我还能沾沾你的喜气 辞职出来玩的 你怎么知道 一过来就住三个月 哪个公司给这么长个价 你怎么知道我住三个月 有风小院三个月起诉 对 是失恋了还是迷茫啊 那为什么这么问 那不是爱情就是事业呗 无非就是这两件事情 现在大城市的年轻人啊 都这样 觉得自己压力特别大 干得多挣得少 老板还特别少 虽然嘴巴上天天抱怨 但真正辞职的人少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辞职了还得找个工作 找不到工作挣不到钱 没有钱啊就养活不了自己 那养马能维持你们一家生活吗 能啊 我们家有房有地的 开销也不大 阿奶呢种种菜 每天出去摆个摊挣个几十块钱 我就算什么都不干 阿奶的钱啊都足够养活我们一家了 你二奶多大年纪 今年啊 整好八十 太阳落山喽 嗯 晚下吧 天空红彤 海面迎着风 落人多温柔 山多静云的褶皱 放映一个梦 雨行尘前后 当晚风吹走 短暂的不朽 和梦碌的白昼 和梦碌的白昼 地上也找到 呼吸的理由 没落空的手 喇叶 一切都藏着风 一切都参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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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走 谢谢 慢点 慢点 去那坐会儿 小晴 来装头鞋 你女朋友啊 你开什么玩笑 人家就是过来玩的客人 小可爱你随便就跟人家骑 沙丛我想骑 你说不让骑 来 挑一双 这个 合适吗 合适 多少钱 你跟艾瑶哥一起来的 不赚你钱 二十五块 十块 十块我就真的不赚钱了 十块 怎么是你付钱了 人家手 你是太平洋的警察吗 管这么宽 我帮你把那个标签扯掉 好 阿瑶哥 没礼嘛 按照这个备份啊 你应该和我阿瑶书 什么书了 都什么年代了 还论这种备份 把杆子打不住 你的鞋 走了 等一下 这个给你 谢谢你哦 有空常来玩哦 拜拜 阿瑶哥 明天去你家玩 行 阿哥 吃了吗 没吃呢 你刚回来 对啊 干什么去啊 借我阿奶回家吃饭 行 慢吃啊 你很习惯 看这个情况 冠军 阿奶 来 光子慢还在秀 眼睛不要了 怎么才回来啊 阿奶都等你半天了 这是 你朋友 小院的新房客 许红豆 你好 那要住挺久啊 我每天晚上六点多就出摊 想吃烧烤就过来啊 好 我帮你切碗吧 好啊 他很乖的啊 不提人 来 我来 来 尝尝 不用了 没事 别客气 谢谢啊 走吧 我那个不太会签的啊 不用会 签着就好 实在不行 让阿奶签着 来 没事 没事 我来吧 我来吧 走吧 今天那有多少钱 一百多 这么多呀 嗯 我来吧 不用 不用 你喝茶去 快去喝茶 快去 请喝茶去啊 熊豆 帮忙端下菜 不用 不用 快去喝茶 快去 请喝茶去啊 请喝茶去啊 熊豆 帮忙端下菜 不用客气 嗯 谢谢啊 不用等你弟了 别管他 那不知道胖哪儿玩去啊 阿姚 老评审 屋子里呢 对不起 阿婶 嗨 亲自家伴喜车 炖了点牛肉 赶紧 给你们拿来点 牛肉啊 那太好了 正好家里来了客人 也没个像样的菜 你好 小院的新房客 宝萍 没吃饭就坐下来吃 家里刚坐好 小车去叫小葫芦去了 我这回去就吃啊 赶紧趁热吃了 不不不不 来 谢谢 那你们先吃着 我先走了 谢谢啊 阿婶 阿婶 我走了 宝萍 车 我送送你 阿婶 你吃 不用等他 谢谢啊 那可不嘛 手机坏了 告诉你们一声吗 朋友家吃饭呢 干嘛 妈 明天 我都看正式休假了 你不干嘛 就休息 妈 不说了 手机借的 我得还给人家 就这样啊 拜拜 走吧 送你回去 没关系 挺近的 自己就可以了 身上有现金吗 没 拿着吧 应个急 谢谢啊 算借你了 手机修好了 再算吧 走吧 得去到隔三花饭店 你还没吃饱啊 初五胜账了 你把钱给人送给你 不用这么着急吧 送我安心 行 您是新来的嘎 是 您好 您好 欢迎欢迎 马爷 你不用叫他 白天他都听不见 新来的 有几句话呢 我要跟你交代一下 这个院子的卫生呢 归我负责 你们垃圾不要乱丢 也不能放在门口 同意地摆在那个洗衣房那边 有个垃圾桶 哥看见 放在那里 还有 自己房间的卫生自己搞 我不会负责的 哥听见了 好好 明白 你长得很好看啊 跟我家小夕很像 你到我们这里来做什么 我来啊 休息休息 这空气好 那你工作不做了 辞职了 还是你们城里人有底气啊 工作说不做就不做了 我不是打工的 这个院子三分之一的房子 都是我交的 我是房东 房东太太哦 怪不得啊 讲话这么体面 房东太太 第一次听说 不过很洋气 很洋气 还是你们城里的小姑娘会讲话 还体面 我就是个农村的老阿妈 你不要客气啊 以后就叫我阿贵婶 好 阿贵婶 你老家是哪里的 我 我山东的 山东啊 可是 可是青岛 不是 我们三线小城市 不过离得不远 还是很有缘分的 我的儿子女儿都在青岛 不是去打工啊 他们都是考大学考到青岛 毕业以后我们就留在那边了 现在都结婚了 有了娃娃 那可太厉害了 什么厉害啊 我儿子大年 在青岛买的房子很大 大有什么用 还不是要付房贷 买个队 阿贵婶啊 你知道那个 小春的咖啡厅怎么走吗 当然知道了 很近 出了这个门 左转 走到头 另外一个线子 再左转 再抖到头就右转 走到头就到镇口了 你再去问问 好好 可是很近啊 谢谢啊 谢谢 白天它都是龙的 你去买你的吧 好 走了啊 看看 这 dubbed 星星灯空 那把旗缩 旗缩漫漫 加地光泛 地光漏漏 那我所有 来 慢点 许子龙脚 谢谢啊 等你一会儿 谢谢 不客气 情况不应该再见吗 不来 不来 谢谢 好烫的 被失忆了 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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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吧 谢谢奶奶 叫阿奶就好了 吃饭了吗 吃过了 阿奶在这儿摆摊 对 这都是我的手工 你喜欢哪个 阿奶送你 不用 谢谢 妈 没事 你这是要去哪里啊 我想去小春的咖啡厅 怎么走 那你走反了呀 前面那个路口往东 我送你去吧 没事 可以的 没有 我正好要去呢 阿奶 那我去小馆了啊 走 走了阿奶 红豆 给你个橘子去 谢谢阿奶 拜拜 拜拜 晚上来接你啊 这边 走反了 怎么感觉绕了一圈啊 你不是过来玩的吗 带你逛逛 你今天不去修手机啊 休息一天没事 这儿 你在躲宅吗 你挺会聊天的啊 大家都这么说 毕竟你也看出来了 我是我们村的颜值担当 挨脚马王子 但是呢 我从来不靠颜值吃饭的 我每天都有上网学习的 毕竟初中毕业之后啊 我就把一圆一字方尘的解法 给忘记了 让友情提示一下啊 在那个颜值担当的地方 你就可以开始嘲笑了 我不觉得尴尬 你不讲话也可以 那你走慢点啊 脚踩风火轮似的 我走挺慢的呀 风景这么好 看看阿海 阿海很美吧 嗯 以前啊 小时候 我阿爷有一条渔船 特别小 每次我站在上面的时候呢 都特别害怕 晃晃悠悠的 但我阿爷站在上面捕鱼的时候呢 我就坐在尔海边等他 鱼医你见过没有 就是那种 嘴巴宽宽的黑色的鸟 特别会抓鱼 现在 那很少心啊 你爷爷是渔夫啊 嗯 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嘛 以前的尔海啊 特别清澈 鱼特别多 后来政府 为了保护我尔海的生态环境 就全景浸 也看不到什么渔船 不过每次我站在尔海边 就总感觉 我阿爷捕鱼还没有回来 时间过得真快 叔叔 小时候觉得日子过得特别慢 现在啊 是日子过得太快了 你阿奶爷啊 挺好的 你阿奶爷啊 她喜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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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啊 嗯 嗯 我问你个问题啊 音乐一次方程是什么 嗯 只含一个未知数 且未知数的高次数是一 嗯 等号的两面呢 都是整式 这种方程式 就是一的一字方程 你真的忘了 对 你记这么清楚才奇怪好不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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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娜娜 谢总 喜红豆 娜娜 小葫芦 果宝 老叔 老叔 你肯定收拾好了呗 收拾好了 我开飞机啊 来 走 你看看你想喝什么 小春姐说了 第一次啊 请客 我又能算你们的生意 哎 我们就是做长酒生意 吃人贼远 你以后呀 要多来找个生意 那好吧 我还没吃午饭吧 那你看看 哎 小春呢 我去路口接人了 我推荐我们这儿的 牛肝筋骨饼 好呀 楠楠 咖啡好了吗 好了 谢谢总 不红豆吗这不 真漂亮还穿的 一看就会儿游客 怎么着 我去城里唱歌去 跟我玩去 我今天有安排了 有安排了啊 嗯 对了咱俩还没加微信呢 加个微信要送我呀 嗯 看我 手机坏了 真坏了 嗯 那 那这样 你跟我去城里 然后 顺便你就把手机给修了嘛 然后咱俩就加微信 嗯 我今天想先歇着 想歇着啊 嗯 行 那你先歇着 好 那我唱歌去了啊 那个 晚上请你们喝酒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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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老师呀 就这样 热情 对女生有为热情 哎 小川 哎 我到店里了 李老师给您介绍一下哈 嗯 这就是我大哥谢芝瑶 大哥 嗯 这是李老师小学语文老师 对吧 嗯 我们俩出次见面 要不然 先握个手吧 嗯 你好 你好 这个 李老师 我们这小店 你怎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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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客气 客气 这个是我们的宣传厕 村子还有镇上 和周围好人地方 都在上面 你可以看一看 这个是守卫地图 你吃完以后 可以去周围转转 这可以拿走吗 可以啊 这个地图呢 它是用那个柿子 然后呢 核桃 葡萄干全都在一块儿 特别有营养 一会儿你尝尝 好吧 尴尬的详情区 他们都信谢唐姐弟是吧 不是唐姐弟 谢总今年有三十二岁 小春姐二十七八十岁 有那么一点血缘关系 你算是上市 种一个村子的亲戚吧 不过啊 他们俩感情很好 三十二 三十二 这个是邱路 那个是亲的 对对对对 业务不丢啊 谢总全家人加起来 都没小春姐一个人着急 嗯 爸爸天天找我给他接手女朋友 妈妈 姐姐 嗯 怎么了 妈妈 姐姐 我想吃薄皮 你们不是刚吃完午饭吗 就想吃薄皮啊 拼你写完了没 可是我想吃薄皮 嗯 你 来 拿着 说谢谢红豆姐姐 谢谢红豆姐姐 谢谢红豆姐姐 不客气 别客气啊 谢谢姐姐 这谁家的小孩啊 小葫芦和小川姐他们家的 国宝是晚上路口卖烧烤 杨冠军他们家的 小春的女儿 她都结婚了 她都离婚了 前夫在昆明孩子贵他款 小春要不让一下 哦 来了 你趁热吃啊 嗯 我平时除了在学校上课之外 还喜欢爬山野营 哦 对了 我在我们小学还做这个野营小队 哦 野营小队啊 野营小队啊 什么 野营小队 真好 哎 我告诉你啊 我大哥也特别喜欢这种 看我大哥身材一看就能看出来吧 而且我告诉你 我大哥还特别喜欢骑马 他有一匹马的鼻子特别可爱啊 小 小可爱 小女孩 不要影响到客人 哦哦哦 谢谢 谢谢 我给您倒点茶吧 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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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儿就跟在自己家一样 别客气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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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直接看啊 看人不需要的 这个 每个东西都看得上 这里的工艺品全是你做的 不是 我师傅 还有其他村里边的师傅 雕完坚放这儿卖 我刚学几年 哪能雕这么厉害 来 那身是什么 这个就是我瞎叼着玩的 有意思 有意思吗 这女人看着气急败坏的样子 但是还挺搞笑 你叼的谁啊 我姐 你姐 你不说我还以为我姐 你从闺闭咖啡店来的 我看两家院子挨着 那个咖啡店就是我姐的经营 你姐是谢小川 你认识我姐 我租的房子呀 昨天来的 你就是小月儿的新书客 我叫谢小夏 许红豆 许红豆 这个给你 拿着玩吧 谢谢啊 没事 遥跟过来 拜拜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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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吧 看夕阳之下远山的风景 屋檐的水底 悄悄的阴雨潜入了眼睛 世界像一座安静的高屿 路都认识了 一定再来 来 谢谢你 小生姐 认识你太开心了 我肯定来 这个是我们这儿的新茶 一定要喝 尝一尝 谢谢你的礼物 拜拜 甭客气 有空再来玩 慢点啊 好 一定再来啊 拜拜 喜欢雨老师啊 喜欢啊 我觉得李老师真的不错 怎么样 娶回来 说得好像我娶了 人家又会嫁一样 根本没瞧上我 怎么没瞧上 没瞧上人家能主动留你微信啊 我跟你讲啊 这微信留下了呢 你得主动点 去当交个朋友嘛 这李老师真的挺好的 挺好 挺好 夏夏的事 你别转移话题啊 我知道了啊 微信也加了 是吧 人也挺好的 那先当朋友可以吧 不许敷衍我 真的主动点 行行行 说说夏夏 怎么突然要去上海啊 我阿玛告诉你了 她呢最近认识了一个上海的朋友 人家邀请她她就想去看看吧 上海的朋友 男的女的 说是男的 打游戏认识的 嗯 但是我觉得不像 她最近吧 洗澡的时候 都把手机放进洗手间 我觉得 八成是网量 哎呦 夏夏也到了谈对象的年纪了啊 但是我阿玛又觉得不像 她说夏夏去上海 就是为了在那边找个工作 如果真是这样呢 她都这岁数了 你们摁也摁不住 如果她想去上海玩 你就让她去 如果真是要找工作呢 她铁了心 就让她找 嗯 但是 最近她师父的心情不太好 前几年呢 她儿子非要去搞鸡雕 气得当时高血压就住院了 后来 凭上了州级的飞衣传承人 觉得应该传承嘛 收了十几个徒弟 结果呢 这徒弟是一边交 一边走 夏夏是在她身边待的时间 最长的了 又加上是一个村的 沾亲带故 她对夏夏真的挺用心的 要是夏夏这么一走啊 我怕阿伯受不了 受不了也得受 因为我阿奶的话说 时代不一样 酒香也发巷子剩 这老路啊 是越走越窄 东西再好没人知道 她也卖不出去 还那几个徒弟啊 手艺是学会的 钱赚不到 那不走怎么办呢 是 你想帮她宣传一下吧 她还觉得东西虚头八脑 不要 这样吧 我晚上吃饭 让夏夏过来跟她聊聊 谢谢您阿哥 对 甭客气 阿瑶 嗯 你从家弄 嗯 真好 嗯 阿南 阿南 我肚子好饿 你给向下打个电话 看她快到了没 打过了 她又回来 嗯 先去洗澡再吃饭 一生味你饿不饿行啊 我洗过手喽 你干嘛洗我 洗澡去 阿南 哎呀你说她就说她干嘛动手啊 阿南 你不能那么偏心宠着她 你小时候也不是这么对我的呀 年代不同了 不能打人 不文明 对 不文明 不 哎 嗯 我说啊 你在老家也玩够了 该回昆明上学了吧 听见没 阿南让你回昆明上学去了啊 这老家都待一个月了 你再不回去上学真要跟不上啊 我不回去 再回去上学 阿南 我不想上学了 我想留在这儿 我想养马 哥 你出去闯吧 我就待在这儿伺候阿南 三餐都要人伺候 洗个碗都洗不干净 陈天庚的野狗是个在村子里跑找不到人 就这还伺候阿南呢 麻烦是因为有你 还用不上我 是吧 你干嘛用提我 阿南 哎呀 你怎么又打人哪 阿南 你不让我打他你打我 我没打你啊 我就轻轻拍了一下 对啊 轻轻拍了一下 来 给我坐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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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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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果宝 我玩了有十分钟了 不许玩了 我再玩一会儿 我再玩一会儿 您小小年轻啊 玩游戏玩游戏 眼睛不要了啊 他现在现在自己名字会写了吗 笨蛋 阿爸 笨蛋 阿爸 给我揍 天天就知道玩 不是 你也是啊 果宝这还五岁不到呢 小眼镜戴上了 你也不管管 不玩手机的时候不闹 是吗 我看看你的小眼镜 戴着眼镜也挺可爱的 对不对 好玩吧 你也赶紧结婚生一个 有个小孩挺有意思 是吗 我爸 叫阿爸 阿爸 亲爱爸一个 你嫂子听见出来捶死你 我爸 玩手机啊 跟阿爸玩游戏 好不好 我最好看 我替你看 我很好看 我真的爱你 我倒是 horizonte 你偷游戏 我 我 我 你怎么起来了 睡不着啊 下午睡多了 你也没睡啊 要吃吗 我不饿 不用了 一会儿就饿了 我有经验 我去拿碗筷 一起吃吧 还要够吗 再来一点 红布要再来 我加一点吧 谢谢 大妈 你这面做得真好 是可以开店的水平 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我就是有什么食材 就都丢进锅里一起煮了 这一样的食材 有些人就做得好 有些人就做不好 我就是做不好的那个 大麦做饭好吃 但是他不喜欢 我做得不好 但我可以洗碗 所以我每次想吃宵夜的时候 我就喊上了他 饭搭子 董 你说 你做饭怎么样 我不怎么样 我工作忙也不怎么做饭 而公寓那个厨房呢也小 还反味 你是做什么工作呀 我之前在酒店前厅部工作 前厅部 嗯 就是酒店大堂经理 负责餐饮啊 客房啊 还有行政酒廊这些 在各部门之间呢 协调更好地为客人服务 厉害啊 这有什么厉害的 这有什么厉害的 我也是混资历混上去的 毕竟年纪排在这儿 很 很厉害 我大学毕业之后都没上过班 自由职业啊 什么工作 他们还是网络作家 之前一直在家里工作 作家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作家 就是 就是 坐在家里的 网络小作者 没什么代表作 也没什么存在感 就是多一个 少一个无所谓的那种小童 怎么能这么说呢 网络作家多厉害啊 不像我 写个八百字的作文 还要靠标点符号来凑数 在哪里能看你的小说呀 我想去拜读一下 我 我觉得 我觉得就没有必要看了 我写得不好 我也不想吊妈 等我写出好了 再发给你看本 吊妈 吊妈家 那我不问了 不问了 那娜娜呢 我之前在上海的一家咖啡厅 做出纳 后来才圆了 我就自家又来云南 不打不撞地来到这里 觉得挺喜欢的 就留下来打工了 请取出您的现金 请取出您的卡片 您这个只需要换个屏幕就好了 手机里的东西不会没了吧 不会 主板没坏 没事 我店里现在没有屏幕 得寄过来 您留个电话给我 修好了给您电话 我 没手机 要不然你给我留个电话 我给你打过去 行 给您个名片 大概需要三天 好 你这有闹钟什么的吗 没有 那表呢 也没有 没有人买我就没进货 你拿手机定时间 看闹钟不就好了吗 多方便 手机坏了拿去修了 算下多少钱吧 八十六 你在这边待多久啊 三个月 来学刺绣吗 不是不是 是来玩的 找你十四 你刚还有哥之前认识 不认识 那他还让你奇修可爱 我彩头爸爸了 我下次也要彩头爸爸 不管了 我叫晓晴 你叫什么 许红豆 真洋气 我也有个洋气的名 我自己取的 你不问我叫什么吗 你叫什么 我叫 堪地 堪地 怎么样 洋气吧 洋气 你忙你的哈 我先走了 有空过来玩啊 好 山灵 看 esqu阳指下 远山的风景 屋檐的水滴 悄悄的英语 潜入了眼睛 甚至像 一楼 欢llар的脸 雨 突白升起 悄然 生无神兴 咱海鸟轻轻声唤起点 我觉得出不去 加油 小蚂蚁 勇敢一点 都说了出不来的 为什么出不来 捏着皮色跑出来呀 头头 是你呀 又见面了我们 这是你朋友啊 对 他叫虎子 虎子 你好 他是谁呀 他是我刚认识的新朋友 我还不知道他是谁 我叫许红豆 你可以叫我红豆阿姨 你不是阿姨 你是姐姐 跟你妈妈是一辈的 应该叫阿姨 阿嬷说这么老了才是阿姨 快看 她还在转圈 加油 小蚂蚁 加油 小蚂蚁 加油 小蚂蚁 小蚂蚁姐姐 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许小姐 老爷 查否 行啊 走 普洱还是红茶 我都可以 都可以的人最难伺候 普洱 有点儿 都可以 有点儿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会产生强烈的反应 兴奋一直会越来越高 情绪控制力却越来越差 所以呢 当你放下手机 你就会觉得空虚无聊 随之你的情绪就会亢奋 一怒 久而久之 你这个人就废了 那我还有酒吗 打坐吧 打坐的时候都想什么 刚开始打坐的时候 你要学会控制自己 抛出你心中所有的杂念 把你所有的注意力 都集中在你的呼吸上 那集中在呼吸以后呢 就集中在这里 就这样就好了 就这样就好了 就好了 就好了 不懂最好 你看这茶 您是想说就是 连茶也要经过千锤百炼 要经过长时间的发酵 它才能成为茶 这个世间的万物一切嘛 都需要修行 对吧 我是说 这个汤色红润油亮 可以喝 谢谢 您不接吗 您不接吗 不用接 此时饮茶 其他皆无证实 可是有点烦 实力 实力 茶杯有点小 再来点 茶 需品 好嘞 好 您好 您好 是这样啊 好 熊涛 你妈找不到你 电话打我这来了 我妈找不到我 你赶紧跟她回个电话吧 感觉还挺着急的 来 谢谢啊 谢总 查否 行 喂 妈 怎么了 就是小刚他们一家三口啊 想到北京去玩 这不是你们那儿有那个 员工内部价吗 能打八折是吧 八折多少钱啊 九百多呢 不紧啊 我跟红豆说两句 你孙姨跟你说 好啊 红豆啊 我是你孙姨 孙姨啊 其实啊 小刚哥和嫂子 不一定非要住我们酒店的 北京交通特方便 地铁也特快 你看吧 那个豆啊 是就是因为你在北京 是吧 然后我们住那个酒店呢 不是就冲着你去的吗 你说你这个 当一个什么大经理啊 大领导什么的 就不能给便宜点 实在是不巧 我现在啊 在云南休假呢 招待不了他们 而且啊 这个酒店价格也不是我定的 都我做不了主啊 那 那要不然这样 您说一个 您能接受的价格范围 我问一下啊 我做酒店的其他的朋友 让他们给您推荐一个 性价比高的 五百 五百是吧 明白了 我帮您选 好好好 那就谢谢红豆了啊 谢谢豆啊 来 那个到时候啊 尝回来 孙姨给你做好吃的 好吗 跟你爸说 好好好 豆啊 怎么样呢 你这两天玩的 玩挺好的 跟朋友们在院子里 喝喝茶什么的 那手机修了没有啊 我联系不上你 我心里慌啊 你慌什么呀 你又不每天 给我打电话 我打不打是一回事 这通不通是一回事 休了休了 过两天就去拿 那就好 那你们玩 我挂了 你看看你 就你们家这俩女儿 你是怎么培养的呀 是一个比一个的有出息 就以前我们家小刚 是不是跟你家红米是一个班的 你记得吧 是 那是一个尾巴一个头 这 小刚现在不也挺好的吗 他接了他爸化肥厂的班 就住隔壁洞 想吃个饺子 窗口喊一声就行 也不像我们家这俩 这一年一年的 人都捞不着啊 这话也分怎么说 你看现在这繁殖手机多方便呢 还能打视频 这门管离这多远 都一样 是啊 一样一样 好嘞 你没跟家里人说你辞职的事啊 说了怕他们胡思乱想啊 是不是工作上出什么问题了 没有 那就是 纯粹觉得工作不好 不想干了 也不是吧 就是这么多年 日复一日的 有点累 那你们平常都不休息啊 我们这个行业有点特殊 就像你休息的时候啊 你还得回信息 回客户电话 你精神松不下来啊 所以平时不工作的时候 就想探着 懂了 打工人没有生活 生活嘛 都在别处 摆在眼前的 皆为苟且 这里啊就是别处 你可来对了地方啊 我们彩云之难 空气好 没有任何的污染 平常啊 你多出去走走 晒着太阳吃点好的 保证你小住三个月 这精气神啊 全部恢复回来了 马爷是来了多久 不足一年 这就是 吸收天地日月之精华 都快变异了 出现了繁琐的现象 话也不好好说 也难怪招人烦 关于招人烦这事 古人曰 外物不可避 不好意思 我接个电话 喂 老同学 对对对 就是这个插班的这个事 学籍户口的都在昆明 你先帮我问问嘛 好好好 我等你消息啊 行行 赶紧请你吃饭 好嘞好嘞好嘞 挂了啊 你弟不是不上学了吗 这也总不能在家里 换日子吧 现在不都是按照 户籍电脑分配吗 你这转学也不好转吧 怎么就不在户籍地上学呢 他 不想去 学习不好 也不是学习不好 就是 贪玩 懒 关于这人性中的懒惰 小孩美娘说来话长 山人喂马去了 告辞 我送你 我我我那个查询小酒店的事 我也先告辞了 茶特别好喝 谢谢 这外物不可避 中怀虚自空 然也